大家好,这里是中国真实现状,我们收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声音,通过他们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境遇,为大家展示一个不同于新闻联播的中国现状,感谢您的观看,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 没有钱,小时候没有扣菜,经厂也就几千块钱四工资,家人也逐渐老去,可是我还是一事无成。 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就在一瞬间,二十几岁了,舍口,慢热,嘴笨,说话直不懂得人情世故,不懂得维护关系,好像所有缺点都在我身上。 经常想,如果我没有读科大学,或许会心安理得的去做近期眼里,瞧不起的工作吧,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,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了,迷茫又焦虑,这是00年24岁的我,我真的崩溃了,想哭。 我今年32岁,微红微玉,目前已经被裁员了,找了一个多余的工作,但是没有公司给我回复信息。 我现在每天晚上遭遇到大哭,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了,我不甘心离开北京,但是我担心以后就算是再找到工作,可能还会面临重新失业的情况,我该怎么办? 这是一个粉丝通过私信发给我的内容,当我看到这段文册的时候,我现在真的是扎心的疼,现在能切身体会到这位粉丝的痛苦,担心,还有忧虑。 目前自己就是处于失业的状态,我也会为我的未来感到迷茫和焦虑,也能够想象到一个女生,故事一人在北京分度的压力和艰辛。 希望我能够给她分享一些我调整自己心态的方法,我现在也是在走一步,看一步的,我给自己设想了很多条路,我也不知道究竟哪条路能走得通,会不会撞到了头盔血流。 万一我所设想这条路没有一条能走得通,又快到40岁了,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?希望你的压力也不要那么大,因为失业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 以前我很少听说我身边的人有失业的,但是今年情况完全不相同,前段时间跟一个很久我不联系的朋友聊天,我跟他说我被裁员了,他说嗯真好,你可以拿着钱离开公司,我就不行了,我主动离职了,因为公司的压力实在太大,感觉分配也不均匀,所以他想自己主动出来传一传。 他这种是属于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情况。 还有一些像我另外一个朋友,他现在是在郑州,他知道了我失业的时候说嗯没事继续加油,我说你怎么不感觉到吃惊呢? 我以为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之后你会感觉很吃惊的,他说其实没什么,他说因为我老公的公司前前后后也裁员裁了五六次了,而且他们楼上的邻居开了一家公司,那家公司因为现在情况不太好,把总经理都已经裁掉了。 我身边有朋友现在空窗快小半年了,他投了数不清的简历,可是极少有面试机会,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公司觉得他的年龄大了一些,而且是女性未婚,也是女性一直以来在职场上所处的一个劣势。 如果是男性的话可能还会好一些,我毕业八年了,我身边的人失业的情况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严重。 因为以前看别人说被裁员呀,或者是失业,好久都找不着工作,觉得这件事情令我特别远,令我身边的人也特别远,不聊身边的人去到某脉上去看一看,打开那个页面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人被裁员失业,现在找不着工作。 35岁就失业,88年来我已经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了。 为什么很多行业不要35岁以上的人? 按道理说,35岁的员工算是年轻力壮,社会威力,工作经验都丰富的人,对于公司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。 而且还可以给公司省了很多麻烦,那么为什么公司都不太愿意用35岁以上的员工? 到底是谁哪家公司在的节奏? 现在的情况就是,35岁你找工作,嫌你老,60岁退休,嫌你走。 35岁正是上有老,下有小的年纪,只有亲身经历你才明白其中的苦。 现在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流程化的,类似工厂的流水线,谁都可以轻松被替代。 就是因为35岁以上的人太多了,所谓的人口红利,说白了就是对于资本家,老板来说,廉家的老公利。 我算是看明白了,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,不要以为人口红利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,那是对老板来的。 所以35岁以上还能找到一份不错工作的,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?能不能说说的? 2023年最后一个月失业,每天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,我真心地建议大家暂时都不要出来找工作了。 2023年真的是失业集中爆发的一年,好一点的岗位消息一出来,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,很多公司的空缺都通过内推就解决了。 能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他们内推找不到人的,感觉大部分公司靠内推就补气空缺了。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帖子,公司要招一个普通的程序员,招聘信息一发布很快就收到上千份简历,最后A家都很郁闷,到底该怎么选? 这里面有好多名校毕业的优秀人才,要根据学历,年龄,还有工作经验,综合考虑,但是面对这么多人才还真是不知道哪个才是最合适的。 所以说目前的就业形势太严峻了,本来打算年前找到工作开开心心过年的,奈何投递了上千份简历,得到回复得寥寥无几,真的劝大家暂时先别找工作了, 至少不要把所有的生活重心都放在找工作上,否则你会失望到怀疑人生,还会影响你甚至全家人过年的心情,但是人也不能总是浑浑噩噩,在家混吃混合啃老,可以先尝试一下门槛比较低的工作,比如说送外卖,摆地摊,代驾或者开网约车,这种工作投入不多,而且可以日节,可以解燃眉之急, 如果干得好也能有大几千的收入,还可以找一些成本不高,失败了也可以学习经验的工作,至少你不会原地踏步,停滞不前,我也想好了,距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工作不好找,我就先开网约车,至少能挣个零花钱,最后希望目前失业的你也能很快找到自己的方向。 全面裁员时代真的开始了,厦门很多大公司工厂都开始裁员了,离过年还不到两个月,很多公司开始放假了,这假放得让人有点心慌,今年的厦门太难了,过完这个月会有大量人员失业提前返乡, 今年不但打工难,老板也难,失业意味着有多少家庭会还不上房贷,车贷,连生活最基本保障都会没有,这就是普通人的压力。 官方从八月份以后就已经不公布青年失业率了,数据十月份城乡失业率5.0%,还不包含农村户口,外卖小歌,滴滴刺激,很多人预测明年年初将会上演最大的失业潮,将会有大量的人找不到合适工作。 在这个年代,只要有工作能养活自己再说,以前总是听到公务员降生,没想裁员来得那么快,在这个工作难找的年代,只要有份工作就是人生赢家,心态放平,不要在乎降薪,工资低点,能有份稳定工作就不错了。 最后,感谢大家观看,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,欢迎订阅本频道。